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三土耳台风它终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那这个以三土耳台风为基底的热带性低气压 当然现在还在台湾上空 而且目前看起来比较像是 日本气象厅昨天凌晨的时候的预测 如果以它还有中心位置点来看 现在它已经没有台风眼了 所以不会有比较明确的中心位置 但是目前初步判断它的中心位置点 其实是停留在高雄的东北方 大约20公里的地方 其实就是停留在高雄 所以它那个停滞的状况 是非常的明显的 好 虽然它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当然也解除了台风的海上路上 台风警报 所以今天除了南部地区之外 那么其他地区都正常的上班上 课间股会是也会开盘 然后开市了 那么但是还是要注意 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它仍旧会 仍旧是采取的一个微弱的 这一个逆时针的方向在旋转 所以它仍旧会对于东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 那么产生大雨的影响 尤其是现在的中心位置点 虽然是在高雄这里 但是呢 在我们的东北部地区 有类共半效应 就是暖湿的空气 然后碰上了冷高压 那么所形成的冷热空气一交接 那么对于再加上 它们通通都有这个 风速加大的现象 所以呢 对于东北部地区 这里面包括了宜兰 基隆北海岸 那么都会产生大雨的影响 所以一北一南都要注意 这个热带性低下呢 仍旧会带来大雨 目前呢 包括了台东县 还有屏东县的部分地方 以及新北市 都已经出现了超大豪雨 其实雨势是真的蛮大的 所以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出门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呢 今天所以一北一南要注意 大雨 基隆市 台北市 还有包括了台东县 以及宜兰花莲 新北 都要注意 今天可能会有大雨 或者是超大豪雨 那么这个累积的雨量 已经很大了 那现在继续的下雨呢 要特别的注意 当然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现在估计 那么可能会有一个空档期 逐渐的放晴 但是呢 下个礼拜就要开始注意 东北季风 当我们听到东北季风的时候 北部地区就要特别注意 天气转凉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预测 北部地区因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影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30度 还是要提醒新北市的北海岸 以及基隆市的地区 中部地区 阴天降影几率是20% 是相对稳定的地方 白天的温度是23到29度 南部地区因为热带性地气压 其实还笼罩在南部地区的上空 所以南部地区呢 阴时多阴短暂震雨 降影几率4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30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影几率50% 白天的温度是23到30度 澎湖地区因短暂震雨 降影几率是7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7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25度 台中台南高雄台东彭湖都是24度 宜兰26度花蓮23度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当然这个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 中东情势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股市 所以使得呢在台湾呢因为台风而修饰两天的过程当中呢跌多涨少 我们先来看昨天的金陵城的数字 道琼工艺指数呢最后下跌了184点 收盘指数是42011点跌幅0.44% 纳斯达克小跌了6.65点 收盘指数是17918点跌幅0.04%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9.57点 收盘指数是5699.97点跌幅0.17% 只有费层半导体在NVIDIA强势上涨的带动之下呢 是上涨的 那么费层半导体上涨了26点 收盘指数是5125.21点 涨幅0.51% 好如果累计呢我们在过去这两个交易日 我们都修饰嘛 所以我们要反映的 其实美国股市三个交易日的这个表现 以这个三个交易日的表现来看呢 道琼累计其实跌了百分之0.75 纳斯达克的累计跌了百分之1.49 标普白指数累计是跌了百分之1.09 费层半导体累计是跌了百分之0.93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美股的表现 那美股的这一个表现相对疲弱 其实受到的当然是伊朗情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 那么现在伊朗对于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攻击已经结束了 那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反击 而现在传出来说呢 以色列反击有三个方案 最严重的是反击伊朗的核设施 那这里面可能产生的核污染的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那么第二个反应呢 可能攻击它的石油基础设施 让它无法残油 那第三个可能性呢 是要攻击它的飞弹基地 好那现在这三个攻击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就是核设施 以及如果攻击它的石油设施的话 会对于这个原油价格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油价呢 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 那么今天凌晨呢继续上涨了3.61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来到了73.71美元 涨了5.15% 创了8月底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 也上涨了3.72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7.62美元 涨幅5.03% 也是创了8月底以来的新高数字 累计呢在过去这几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 油价累计上涨了超过8个百分点 另外这下个黄豆期货呢 是下跌了百分之0.95% 而在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黄金现在所面对的是 有利多有利空 那么对他相对正面的消息 当然就是伊朗的情势 地缘政治紧张 那么避险需求提高 都会增加 那么黄金的被购买的意愿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还不错 所以呢淡化了 美国可能会大幅降息的讯息 Fedwatch也显示美国联资讯会呢 11月降息的几率呢 降一码的那提高到50%以上 降两码的几率呢 大幅度的划弱 好所以美元指数呢 也跟着就因此往上升 当美元强 然后呢美国的公债值率高的时候呢 对黄金是不利的 好所以呢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讯息当中呢 黄金在尖临层呢 还是小涨了9.50美元 美奥斯的报价是2679美元 但累计呢 过去这几个交易日呢 黄金累计上涨的是0.75% 白银的部分呢 尖临层上涨了1.7% 那累计三个交易日呢 是上涨了3.2% 而纽约铜的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2.06% 尖临层了 那么把金的期货 今天凌层跌1.78% 另外呢 美银指数的部分呢 因为在这个欧洲 英国跟日本 都采取鸽派宽松的态度 然后以及呢 国际地人政治呢 一紧张 那国际上面就有美元的避险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美银指数呢 就今天凌层上涨了0.33个百分点 然后已经从台风价前的 不到101 现在已经来到了101.98 来到了8月下旬的高点 所以呢这里面呢 就会使得今天的新台币呢 面临比较大的这个贬值压力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下跌的 英国金融事报百分比价指数下跌了8点 跌幅0.1%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下跌了149点 跌幅百分之0.7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99点 跌幅百分之1.32 好接着呢我们就把这几天呢 的这个讯息呢 为大家做一些整理 首先第一个呢 是在美国的经济数据的部分 那么就业市场的情势还不错 但是呢基本面的部分呢 还是有疑虑啊 那么在ISM以及S&P Global的 这个PMI采购进行人指数里头呢 显现的是美国制造业继续的滑落 好不管是ISM的47.2 或者是S&P Global所调查的47.3 都远低于锦旧红红线的50之下 而且不是美国 美国之外呢欧洲还有亚洲 包括了台湾越南日本 还有中国大陆的PMI制造业指数 都是往下降的 所以情势都不妙 那么但是呢在非制造业的部分呢 ISM的非制造业指数呢 则是往上升 来到了54.9 创了一年半的新高 所以降息确实有助于 那么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回升 以及非制造业的回升 这是已经很明确的达到 他的情势的需求了 但是呢在就业市场的部分呢 那么其实大部分都相对来说 是正面的 虽然还是担心就业市场快速的衰退 不过呢比预期要来的好很多 职位空缺数804万 反而是创了三个月来的新高 那么ADP民间的这个调查呢 9月份的新增民间的就业机会呢 也达到了14万4千个 远比前一个月的10万3千个 这个就业呢要来的高很多 也等于让大家知道说 今天晚上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 让人担忧的意外 不过呢这个上周呢 初次请领事业就业人数呢 增加了6千人 这是里头小小的警讯 另外呢在裁员人数的部分呢 根据Tanger Gray呢 他们所做的最新调查 上个月呢裁员人数 72800多人 其实比8月来的少一些 好所以整体来说 就业市场的数据 它有一些些相对偏弱的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显现非常的有韧性 好另外呢要注意的 就是伊朗伊朗的 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 现在观察的是 以色列如何的回击 而这个回击呢 如果攻击的是核设施 或者是石油生产基地 可能影响会 金融市场波动会比较大 那如果攻击的是 非弹发射基地的话 那市场可能还会把它局限于 地缘上面的情势 而并不会太升高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那另外要注意的是 全球天然气的需求 根据IEA的最新报告 今年全球天然气的需求呢 因为亚洲的需求 大幅度增加 所以呢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估计呢明年呢 还可以再成长 百分之二点五 再创历史新高 好这个是石油跟天然气的部分 另外呢 昨天英国央行行长呢 他在这个接受英国媒体的 专访的时候呢 明白的表示 如果通膨持续的放缓 那么英国央行下调利率 会更积极一点 那么这个呢 也是促成了英镑呢 在尖临城在亚洲会市的时候呢 对美元快速的贬值 而美元呢 对英镑快速的升值 另外呢 我们看到就是日本啊 日本呢 新任首相在上个星期五呢 选出来石破帽之后呢 那么担心石破帽之前 相对鹰派的态度 所以呢 日元大幅度的升值到 142日元对1美元 但是呢 那么石破帽 立刻出来喊话 然后不断的平息外界的疑虑 在10月2号的时候呢 更进一步的 那么约见了这一个 日本的央行行长 植田河南 两个人一大一唱的强调 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的 升息的计划 好 这个讯号呢 就使得日本日元呢 在过去这两天 连续贬值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美元兑日元 日元兑美元呢 已经贬到了 147.24日元兑亿美元 那今天呢 所以为什么认为 新台币会有补贬的压力 就是来自于此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美东 那么美东的罢工 美东的港口的罢工呢 那么每一天的经济损失 那这评估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有人认为一天就损失 28亿到45亿美元 这是摩根大通 但也有呢 包括了像是美国经济资商会 还有安德森经济集团 以及美国商会主席呢 估计他大概一周呢 是损失21亿到56亿不等 都是美元 那现在呢 拜登政府强调 他们不会介入到呼吁呢 那么美东的 这一个码头经营者 美国海事联盟呢 能够增加调高 他们的这一些薪资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情势可能还在一段时间 已经连续罢工三天了 好那么这个呢 对于美国的供应链 还有一些运输 会产生一些影响 好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个别公司的消息 特斯拉的这个9月份的销售数字 不如预期 所以特斯拉已经连续的下跌了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iPhone传出来呢 可能因为目前卖得不够好 所以呢传出来 这一季呢 将会砍单300万只 但另外一方面呢 NVIDIA 他呢这个NVIDIA呢 在这个黄仁勋啊 执行长黄仁勋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强调Breadwell的晶片 正在全力生产 市场的需求 非常的强劲 那这个喊话呢 立刻让NVIDIA 今天凌晨的股价呢 大涨了百分之 三点三二 也带动了台积电的股价 大涨了百分之 二点零九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个 因为陆股呢 部分呢是十一长价啊 那么香港呢 则是呢 在这个昨天跟前天 都有开盘 前天大涨 昨天呢 那么结束了连六涨 那么一度呢 大跌了一千点 结果最后呢 是下跌了三百一十六点 收盘指数 两万两千一百二十七点 跌幅百分之 一点四一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啊 在星期 在在这个 星期二的时候呢 是上涨了 一百六十五点 收盘指数 是两万两千三百九十点 涨幅百分之 零点七五 那么成交量呢 萎缩到只有 两千八百六十三亿元 那这里面要注意的是 虽然上涨 但外资呢 是站在卖方 卖超了九十三亿元 那投信转为买超 买超了十四亿元 自营商卖超了五十六亿元 能不能从礼拜一的大跌呢 回复元气 今天的表现很重要